工程顺利 再动第二场 人员平安 请动第三场 圆融吉祥 新竹市水岸环境工程 在天一处 新竹市头前溪 从上游到下游 分别进行千甲空品进化区 可子湖人工湿地 西蒲子人工湿地等清水环境 近期新竹市在获得水利署的 三千多万元经费 将进行新竹左岸生态环境 与漆地改善工程 尤其脚要车道 可以从上游的千甲水源 一直骑到我们的南辽的渔港 这样子串连17公里的整个廊带 微笑水岸终于成型 非常好看 但是我们人类 在这个河岸的清静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同时做了一个生态的调查 所以我们也发现 其实河边还是有非常丰富的生态 不管是台湾创林 以及我们的白皮鲜 以及台湾大豆这些植物 事实上都非常珍贵 尤其台湾大豆 只听说在台湾 现在只渗透前夕的沿岸 有野生 那这更应该要保育下来 所以我们这次展开了一个生态的富裕计划 这次的工程主要是将绿带 和绿带之间的空间进行缝合 串联起整个绿带空间 同时进行动植物的生态调查 打造人与生态共存共荣的环境 这一次的工程呢 也会针对整个如果有断点的部分 我们会做绿桥的一个缝合 或是绿带和绿带之间做植栽 这个绿树 经过植栽以后把两个绿带把它做一个缝合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发现说 我们在这个走岸高摊地上面呢 像有台湾大豆 那个白鼻心 以及这个台湾窗帘等等 这些也是比较稀少的这个物种 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我们这一次的工程呢 能够将这些把它富裕起来 那我想以后左岸不只是人们很喜欢来活动的空间 也是以后我们环境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 透过二合局与市府的分工 二合局专责自理防洪 新竹市政府则是致力改造左岸合体环境 打造清水又清明的河岸第一排 让民众重返母亲河的怀抱 凯博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